寵物移民服務近年興起 不過市民選用這些服務的時候 就要隔外留神了 小學會接獲投訴 有投訴人用過萬元委託公司 運送三隻寵物到台灣 但是一直未能跟寵物團聚 半年之後 公司才說其中兩隻寵物死亡 梁嘉儀報導 近年多了香港人移居外地 有人會帶寵物走 衍生出這一類移民服務 大師委會接獲投訴 有移居台灣的投訴人 花費7,100多元委託公司 將它飼養的陸龜 和兩隻蜥蜴移民到台灣 公司口頭承諾一個月後送到 但是過了承諾扶運日之後 仍然未能跟三隻寵物團聚 三個月後公司要求它 另外給多4,000元 傳入公司職員的私人戶口 但是再付錢之後 仍然未見到寵物 投訴人的朋友去到公司去看 發現店內一隻出售的陸龜 和攝氏的陸龜很相似 質疑公司將它的寵物轉售 雖然半年後投訴人的朋友 拿回陸龜 但是公司說另外兩隻蜥蜴已經死亡 市委會說每年接獲 大約十幾宗關於寵物服務的投訴 當中涉及寵物移民服務價格的問題 寵物移民其實真的不容易 因為第一寵物主人自己都已經移民 你隔山去追土的話 其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特別是寵物移民的商戶 其實都是可能是比較少的商戶 未必是這麼容易找到他們 或者是那些人根本是用個人轉帳 不同國家他們自己本身寵物移民的要求 都已經很清楚有法規規定 未必是一定需要你自己找一間寵物移民公司去做 你亦都自己可以去處理 如果你不怕麻煩的話 就算你怕麻煩 找人幫你去做的話 最好都要找一些有口碑的商戶去幫你 施衛會說要用這些服務的話 要和有關商戶定立清晰書面合約 有線電視記者